这只狗子头顶着墙一动不动 任凭主人怎么呼唤都不肯离去 甚至连头也不愿扭一下 它不是笼子也不是抑郁了 它只是单纯的不想洗澡 为了让它进浴池 主人在这里跟它僵持一个多小时了 甚至承诺狗子只要听话以后 它睡狗窝狗睡床 眼看劝说无果 主人只好把它从角落里推了出来 没想到刚被推出来的狗子 直接朝着小主子的身后趴了下去 主人没有放弃 继续劝说着它 本以为狗子理解了自己的苦口婆心 谁知道它刚站起来 就又走到那个角落里面 没有办法 主人只好拿出来了 它最喜欢吃的罐头 面对美食的诱惑 虽然它馋的哈拉子都快流出来了 但仍然像个木头一样处在那里 主人心生一记 它在浴缸里涂满了食物 之后又把狗子带到浴缸旁 尽管狗子的内心十分纠结 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美食 无可奈何之下 主人只好抱着这个百十来斤的大家伙 放进了浴缸 并警告它如果不听话 就让它每天吃猫粮 旁边的猫咪一脸懵 这关我啥事 在主人的要挟下狗子只好妥协了 其实洗澡使狗子并不会很难受 至于它为何这么抗拒 我想可能是狗子害怕水弄乱了它 飘逸的发型吧